《一中天 中华史》 《夏秋年》 第七卷 《秦并天下》 第二章 《陈圣造反》 《陈圣旺》 没人知道 陈圣吴广揭竿而起后 大则乡是否仍在雨中 但可以肯定 九百数族的心里 已是雨过天晴 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了希望 也有了笨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 陈圣和吴广的起义 有不少偶然 比方说 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 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 碰巧陈圣和吴广一拍即合 碰巧那捕者是赞成起义的 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 碰巧吴广人员又好 等等 那么 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 陈圣还会成功 大秦还会灭亡 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 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 陈圣自立为将军 吴广为都尉 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 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齐县县城 又拿下 在徽师西进 连攻武县 武县皆祥 初战告捷 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 沿途一路收兵 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 已有车兵六七百胜 骑兵一千多计 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 齐义军到达陈县时 陈骏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 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 结果战败身亡 陈圣轻轻松松就进了城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圣进城后 号令相关和贤达前来议事 相关和贤达一致说 将军身先士卒 披肩直锐 伐无道 诸暴秦 兴灭国 济爵士 功高盖士 理应为王 于是陈圣称王 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贾王 意思是未同王爵 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 这时距离他们在大则乡起义 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 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当然 问题是 陈圣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 因为这是时代特征 事实上 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 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 一介平民由不一而倾向 平步青云 一夜暴富 可谓屡见不鲜 苏秦 张仪 冯欢 毛岁都是 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 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 陈圣从军之后 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 只不过 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桥闲话 陈圣却下载存盘 因此 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 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 陈圣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 反对的人 一个叫张尔 一个叫陈瑜 他们都是卫都大梁人 卫国灭亡后 两人隐姓埋名 避难在陈 这样两个人 对于陈圣的反秦 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圣称王 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尔和陈瑜认为 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 而是复兴灭国 恢复以王六国的好处 是自卫戍党 为秦一敌 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 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 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圣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 张尔和陈瑜是对的 因为成大业者 一定要沉得住气 并广结善缘 抢先称王 则不能为自己竖党 反倒为自己竖敌 所以 袁末群雄并起 诸生为朱元璋的设计 便是高筑强 广积良 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 等待陈胜的 却是失败 张尔和陈瑜 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 陈瑜便建议出兵 占领赵国旧地 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 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 张尔和陈瑜为左右校尉 率兵北上 这时 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宽通 宽通是范洋人 也是纵横家 纵横家的本事 是三寸之舌 可敌百万之师 后来宽通去游说韩信 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 变成三国演义 不过 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 这回小事牛刀 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 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 由白马渡过黄河 依靠各处豪身贤达的侧应 攻城掠地 一口气插到了范洋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 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宽通闻讯 便去面见范洋县令徐公 徐公问 先生有何建教 宽通说 一来吊咽 二来贺喜 徐公说 为什么吊咽 宽通说 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 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宽通说 因为大人遇到了宽通 徐公明白了宽通的意思 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 武臣则被宽通说服 封徐公为侯 徐公能有此待遇 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 算是首降 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 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搅枪不杀的政策 也从此为天下知晓 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 柳宗元说 秦末天下大乱有判人而无判例 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历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 马壮兵强 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 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 在张尔和陈瑜的怂恿下 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蹊跷生烟的陈胜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只能面对现实 派人向武臣道喜 同时命令他吸尽弓琴 已是赵王的武臣 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 不但不弓琴 反倒北上弓烟 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弓烟的是韩广 韩广得到了烟帝以后 也模仿武臣的做法 自立为燕王 韩广这样学习武臣 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 而且战国以来 道德早已滑坡 人人为力仕途 韩广的所作所为 并不会受到谴责 有所不同的是周氏 周氏是魏国人 因此被陈胜派去攻卫 但周氏攻下魏帝后 也不交给陈胜 而是另立魏王 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 而是立原来魏国的 宁宁军公子舅 当时公子舅在陈胜那里 周氏的使者 往返五次 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 除了秦二世皇帝 还至少有了五个王 楚王陈胜 赵王武臣 燕王韩广 魏王魏旧 齐王田丹 田丹与陈胜无关 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 自己在齐称王的 此外 还有两个没称王的 也已经起义 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 这两个 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 大秦帝国的朝廷 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